其实始终是在去中国化的幽灵原则指导之下 所谓的幽灵原则因为他们不敢说 那么可是这个课刚即让各级学校老师跟学生 是走进或是说沦陷在越来越黑暗的教育深渊 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走向一个没有光幕所在 因为老师们再也享受不到尊师重道的这个校园论力 而我们的孩子更惨的是 他们失去了扎实的基础教育 更可悲的是他们失去了合一的生活教育 因为老师没有足够时间去做深入完整的教学 然后老师也几乎失去所有辅导管教的权柄 那更惨的是我们可能动辄得救 所以老师们只好对管教这件事情放下了 那所以这场教改可以说是学生老师 以及国家的教育力长期三书的一个改革 而且这个改革的恶化现象 在108课纲之后达到巅峰 那这个新课纲它强调核心素养 它强调适境阳才 可是请问在国音数理化 历史地理 生物等等基础学科 它的教学时数一砍再砍之下 连各位相信吗 连音乐美术在课表上都抬不上 它是上下学期对开的 那么请问我们学科的基础能力 还有所谓的艺术美学涵养 我们要如何深入培养 当然学校开了很多课纲需要我们开的 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所谓的多元课程 弹性课程 什么校本课程 微课程等等 学生要应付这些课程 他们要做好多报告 而且这些课程在期末 都要做好多成果发表 那么所以老师们很厉害 一定会把他们训练的 到处上台发表的时候 人人上台一条龙 可是事实上 他们对他们所学的东西 永远是一知半解的 因为他们学的东西 永远只能轻停点水 因为一个星期 只有两个中头的课 有哪一个主题可以深入呢 那么可是大学还是要考 那么台湾的鼎大 仍然是几破头 可是中后段的大学 可能随时要倒闭 那么学生要考上 比较好的大学 请问他们不靠补习 要考什么 所以学生在所谓的探索之下 越探索越迷惘 压力三大 请问是设了谁的信 请问是养了谁的财 那么就国文教学的部分 他们删掉了文言文 所留下的这个空档篇幅 的确增添了很多白话文 讲好听是的确 多了很多跟生活 接轨的一些题材 包山包海 所以我们国文老师 我们可能要教一些社会议题的文章 我们可能要教科普类的文章 我们可能要教建筑美学的文章 我们要教艺术史的文章 我们可能还要教音乐评论的文章 可是各位 你们佩服国文老师吧 我们很强大 我们没有人退缩 我们都兵乱将当 我们都与时俱进 因为我们所有的假期 都花在我们参加各种 所谓的增能研习的课程上 国文老师没在怕 我们很认真的在跨课教学 可是我只是不知道家长担不担心 好 再来 其实最叫国文老师痛心的是 这个课纲 他可以说不让我们教品德教育 他不让我们教人格建立 他不让我们教所谓生命觉醒 108课纲 在《论语》《孟子》《大学》《周庸》 这四书完全砍掉 他指每个截取一些片段 集合成一课 那这个四书一拿掉 国文课可以说失去了 最有系统的一个生命教材 这个生命教材 是让我们可以来学习 我们民族最珍贵的民族品德 所以对我来说 我说这个教改 这个课纲 它是一个缺德的课纲 因为学生也不再有机会 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学习 从个人到家庭到群体到社会 甚至将来职场 每一个生命阶段 所需要处理的一些伦理问题 他们没有机会学了 因为凶身起家治活 平天下不必了 那么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 五人没有了 所以这个课纲 我说它是一个不伦的课纲 各位文言文 它不但具有提升语文的 一个能力的作用 它其实是包含着高度的生命哲学 竟然有对语文教育完全无知的人 他可以胡说八道 说什么文言文是党国遗读 那请问文言文存在 已经超过三千年以上 可是国民党只有一百多年 为什么有人可以因为意识形态 他摩集错乱到这种 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们现在生活上 虽然不再使用文言文 可是文言文对提升 白话语文的表达水准 他具有五比五与伦比的功能 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他可以经过中小学 一种冷静的教育 就可以让年轻人 轻易就读懂两三千年